心有余力回馈社会 提倡生活美学的东海大学 EMBA慢火社 在重阳节的前夕 成员们是来到了杀戮的护理之家 用Saxphone演奏了多首的 怀旧金曲来关心长辈 而夜夜奶奶们对这天的演出 也是相当期待 大家随着音乐的节拍摆动 场面十分的热闹跟温馨 Saxphone吹奏着怀旧金曲 长辈们听得如痴如醉 由东海大学EMBA学生组成的慢火社 在成立一年后首次对外演出 就选在杀戮的一间医院附设护理之家 在重阳节前夕为长辈带来音乐饗宴 慢火社是一个生活美学的社团 在东海十几个社团里面 标峰团是我们其中慢火社下面的一个社团 平常就以学习Saxphone为主 所以我们觉得社会关怀 社会责任也是生活美学的一个部分 很开心 今天是我们成团一年多来第一次外出公演 来这边可以分享我们的活力 跟我们这一些大家的一个吹上风的乐趣 也希望带给长辈不同的体验 表演与艺术都是生活当中的美学 对社会贡献也是美学的一部分 愿望透露长辈们十分期待这场活动 并且透过音乐娱乐 也可以协助爷爷奶奶们健康老化 其实到明年之后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 普遍的话在高龄长者的话 应该如同一般的年轻人 他需要有一点一些娱乐 跟让他们能够活化 所以老化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活化 或者是让他健康化 其实长辈很常跟外面的社会活动的团体一起互动 那对音乐的部分因为还有怀旧的感想 所以他们其实特别的期待有音乐的这样的饗宴 这些曼活社成员都在社会上有所成就 甚至还有大学教授 但成员不计形象精心打扮 会长辈献上表演 未来还计划到各个不同机构演出 将享受生活美学的乐趣与社会分享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